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播黄日辉 欢迎收看我们的联播频道 关心全台湾的大小事 响应国际的失智月 云林县府日前举办失智证 照护网络成果发表会 展示县内在失智证 防治与照护方面的努力成果 根据统计至今年7月底 云林县全县失智人数 已高达约1万多人 为此县府也希望能透过 社区照护网络以及教育宣导 等活动提升民众对 失智证的认识与关怀 同时也提供给患者及照顾者 更多的支持 各局处长官来宾 跟着舞台上的长辈 一起跳起健康操 而这也是一项十分良好的 预防失智方式 根据统计目前现在 已经有1.1万名的失智人口 为了来有效预防失智 云林县政府也特别进行 跨局处合作 建置失智共造中心 社区服务据点 家庭照顾者支持服务据点等 希望能够为患者以及照顾者 来提供更多的支持 我们不只是成立了 整个失智长辈友善关怀的社区 同时也培训了更多的 所有的这些志工 甚至也成立失智的共造中心 以及我们针对失智的社区服务 及关怀据点 不断的在成立 让我们在深入每一个社区里面 都可以非常就近就地 来照顾我们失智的长辈 云林县卫生局表示 如果要来预防失智 有方法 除了多动脑筋 多多运动 均衡运食 多参与社会 保持适当的体重 同时也要注意 不要山高 不要头部受伤 抽烟以及忧郁 在这次的师志招呼网 成果发表会 除了有长辈带来热情表演 现场又展示出 大家在据点所完成的作品 而透过这些多元且区域的课程 刺激长辈的手脑协调 将就能够进一步 来防止失智症的发生 今天我们也不只是在展示 我们这段时间 对于失智长辈 这样的一个友善社区 所展现的一个成果 那也让我们长辈 能够终身学习 学习终身 在本次成果发表会上 除了有长辈热情表演 现场还展示了 多元文化课程的精彩创作 期待每位长者 都能够健康又快乐的 在地老化 接下来云林线采访报道 第四位 noted